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到AI的世代 所讲到的是 Plumpt, Play, Vision 究竟有什么相似呢? 应该如何应用呢? AI是能够启发基督徒的祈祷和异象的 所以这次最重要的是AI绘图所用到的 Plumpt, 基督徒的Pray, 和基督徒的Vision 这张图正正就是AI绘图生成的一张图 早在半年前 我们在ChatGPT诞生的那个礼拜 我们已经开始去使用 用在圣经和神学的研究和讨论上 而到了今天 经过了半年 已经让我们比以往更加轻松和快速地 去完成了影片的制作 文本的编辑 和字幕的生成 而久而久之 当初出现的ChatGPT是3.5的版本 到目前今天 已经不够我们用的了 当日我们非常震撼 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是很厉害的 但到了今天 2023年的6月12日 ChatGPT的3.5的版本 只是沦为我们的低级员工 再者 人工智慧的超高速发展 我们人类已经非常掌握到人工智慧的操作模式 并且加以利用 特别在AI绘图的概念之上 以下内容可能都会有几项重复 但我们要强调的就是 AI绘图所用到的Prompt是什么 基督徒的祈祷是什么 基督徒的Vision 意仗其实是什么 这三样东西都是概念 或者是指引 是用来引导和塑造一个很特定的领域的创作 或者是行动 首先 不知道什么是AI绘图的人 要解释给你听 AI绘图所用到的Prompt这个指令 在AI绘图领域 Prompt就是一个给予AI模型的指令 或者是描述 是用于引导它的创作要一幅特定的风格 特定的主题 或者是特定的想法的一张图像 而这些Prompt通常就包含了具体的指示 具体的要求 或者一个范例的图片 来帮助这个模型能够理解到 并且生成一个相应的图像 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祈祷 这个Place 就是祈祷在基督教信仰当中 就是一种向神交流的方式 就是说人向神交流的方式 而基督徒就是通过祈祷 向神去倾诉自己的心声 尋求指引 祈求帮助 表达感恩 所以 祈祷可以是非常之个人 和非常之特定的 可以是对神的大爱 和神的指引的一个期望 好了 第三 就是基督徒的异象 这个vision 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 异象就是神跟人说话 祈祷就是人向神说话 异象就是神通过圣灵 向人去展示 一种神奇或超自然的启示 就是神跟你说话 基督徒 基督徒相信神是可以通过异象 向人去传达一些特定的讯息 特定的目标 特定的指引 而这个异象可以是一个梦境 可以是一个内心的感知 或者是一个视觉的影像 等等等等 可以是听到的 而他的目的 是要帮助基督徒去理解 神的旨意非常之那么清楚 并且指导他的行动 这个就是vision 而相似之处就是 引导和指引 thumbs play 和vision 指示 指引 祈祷 和异象 其实都是用于 引导和指引 相应领域的创作 行动和信仰 他们在不同的背景下 其实都是提供一种 指向性的框架 来帮助人 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当中 能够找到一个方向 而各种用法就是这样的 AI绘图所用到的prompt 就是用于在 艺术创作和设计的领域 所以就是通过 给予AI模型 一个很具体的指令 和范例 就可以帮到模型生成 符合特定的需求 和风格的图像 基督徒的祈祷 在他的个人生活 信仰生活当中 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 基督徒可以通过 很具体的祈祷 很具体的内容 来祈祷向神交流 尋求指引 具体的指引 帮助 并且表达他们的信心 和依赖 而基督徒的异象 在信仰生活当中 当然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基督徒是相信 神是可以通过 意象 具体的意象 向他们展示 神的具体的指引 和祂的指引 指导 他们的生活 和行动 他们是可以通过 解读 读圣经 和中秦 这些具体的意象 来实现神 具体给予的使命 需要注意的是 AI绘图所用到的 Promise 是基于技术 和算法的 但是基督徒的Pray 和Vision 是基于他的信仰 和熟灵生命 而两者的背景 和应用的领域 当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所以不要太过 将它混淆 和混合来使用 好了 这里以下 都是一个重复的内容 带个具体 清晰一点的字眼 好了 问题就是 应该如何 将AI 人工智能 绘图所用到的 Prompt 这个概念 和技巧 能够应用到 基督徒的Play 和基督徒的Vision 所以 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有趣的思考 尽管这两者 刚才所说到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但以下 就是一些方法 是可以将 AI绘图所用到的 Prompt 这个概念 和技巧 能够应用到在你 基督徒 和基督徒的异象当中 再来说一次 Prompt的精确性 在人工智能的绘图当中 要给予模型 明确 具体的指令 可以帮助到它生成一个 更加准确 和符合预期的图像 同样地 在基督徒的祈祷 和他的Vision当中 清晰和明确的表达 可以帮助到基督徒更加好 和神交流 在祈祷当中 可以用一个很明确的语言 向神祈祷你的心声 去表达你的需求 表达你的愿望和感谢 在异象当中 能够清晰地解读 和理解 异象的细节和含义 可以帮助到基督徒 去理解神的旨意 第二 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 AI 绘图当中 Proms 是可以啟发到 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以生成的独特 和创新的图像 同样道理 在基督徒的祈祷和Vision 意象当中 想象力和创造力 是很重要的 即是右脑 通过在祈祷当中 即是左脑 左脑很具体地去讲 右脑很具体地去啟发和想象力 基督徒可以和神一同思考 尋求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而对于异象来说 基督徒可以通过 啟发想象力 来更加深入地理解 和应用异象所要传达的讯息 第三 要持续地寻求和学习 在AI绘图当中 我们是要不断地学习一些新的prompt 一些新的keyword 一些新的字眼 和技巧才能够帮到我们 去改进生成图像的质量 即是漂亮点 和差很多 基督徒的祈祷和异象当中 一样要持续地寻求 练习和学习是非常之重要的 基督徒可以不断地学习圣经 神的话语和他的教导 爱尼加深对神的认识和理解 而透过不断地寻求神的指引 指引 指意 圣灵的引导 基督徒可以不断成长 并且贴近神 即管在一些方面来说 将AI绘图所用到的prompt 这个概念和应用的技巧 应用到基督徒的play 和vision当中 应该都要谨慎去对待 刚才所说到 因为AI绘图是基于技术和算法 而基督徒的play和vision 是来自于你的信仰和你的属灵生命 所以在寻求神的指引的时候 基督徒应该以圣经和信仰为依据 并且要与信仰的社群 或者是教会去共同探讨和解读 这个就是教会的作用 好 到最后来一个总结 就是说 这三个概念能够应用到不同的场合和目的 AI绘图所用到的plumps 当然是可以用在艺术创作 教育教学 娱乐媒体等等的领域 就是做片 帮助用户快速生成一些高质量 和多样化的图像素材 所以同一个道理 AI生成的影片 AI生成的声音 AI生成的字幕 AI生成的文案 其实都能够这样去利用 但以后就要去编辑它 而基督徒的祈祷 也可以应用在各个日常的生活 工作 学习 困难 挑战等等的情境当中 祈祈祷可以帮助基督徒去感受到神的同在和恩典 并且得到神的帮助和应许 而基督徒的异象 是可以应用在侍奉 服侍 传福音 社会关怀等等各方面的 用来帮助基督徒能够明白到神对自己和世界的心意 并且为神自己世界去付出和奉献 这个就是我们的圣经吉甲了 好了,今节就先说到这里 希望让大家知道 我们未来这个AR世代 其实一样是给我们学习 如何和神交流 好了,今节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圣经吉甲邀请你加入我们的Discord讨论区 我们邀请你分享赞好订阅留言 在我们的Facebook专页和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原则就是透过圣灵明白圣经 通过圣经认识圣灵 我们的理念就是以教导牧养宣教 来到明耀神光明的国度 好了,我们今节先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